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很久沒試過素顏開場了 最近因為存了一大堆新化妝品 由防曬、底妝、眼影、胭脂、唇膏、眼線全部都有 不如來一個新滿意 化妝之前塗了防曬 這個品牌應該很多人都用過 非常好用 然後手上是他們今年新出的物理防曬 你會看到擠出來有一點淺膚色 然後推開會有提亮的效果 我覺得保濕度沒有平時那款那麼好 比較清爽一點 有沒有繁白的問題 我覺得剛剛上的時候都會看到 它是很明亮的 又可能因為我本身膚色比較深 所以給它一點時間 設一設好就會自然很多 以物理防曬來說它是很清爽、很舒服、很透薄 不會有一層不摸或很不舒服的感覺 塗的時候就會有一點香味 我的習慣是塗完防曬才能夠戴的 今天帶的是這款 它是偏灰啡色的放射花紋 帶出來是會看得出你戴的顏色 給大家看看一邊有帶一邊沒有帶的效果 它有放大 不過不會太浮誇 還有它的灰色都算自然的 底妝我收到Laura Mercier今年的Tinta Moisturizer 不過色號比較淺 我照市上面給大家看看質感 但它的顏色一定跟我不太合適 大家不要介意 舊版我用過的其實一如既往都是非常好推 很薄 但做到一個均勻膚色的效果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用手推開它 因為遮瑕度實在太低 我先補一點遮瑕膏在黑眼圈的位置 定妝我用NARS他們最新推出的Moonwave Serving Bank 上面有一點珍珠的光澤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到呢 因為很低調的 不過它有一個缺點 大家看看它的包裝是手指毛收集器 這個比起普遍那款是更容易拿粉的 因為平時白色是壓得很緊的 要很大力去揉 如果你問我剛剛那款限量版碎粉 和普遍版本 其實肉眼看在皮膚上不是很大分別 一樣都是做到過了濾 有一個類磨皮的感覺 如果買不到的話 其實用平時平常版本都會有一樣的效果 來到眼妝的部分 我會用B4的四色眼影盤 我今天都會用這個顏色去打鼻影 我沒試過的 但看到它是啞光 和比較偏灰色 應該都會做到修容 大膽架設 小心求證 應該都可以的 OK啊 只是少少重手了 弄一弄它就沒事了 它的顯色度不錯 不會完全沒有色 也不會像一些很飽和很深色的眼影 然後直接用裡面的眼影盤上色 剛才我不是說了四色眼影嗎 其實是五色的 我忘了這個比較幼的深色 直接用這個珠光色去打鼻影整個眼皮 順便畫在下眼皮比較厚的位置 接著就會畫眼線 今天會用到Make Up For Ever Aqua Resist這個系列 它是很防水的 而且比我想像中容易畫的 因為一開始我是很怕很怕這類型的筆頭 但其實畫起來可以畫到幼 也可以大力畫到粗 可以控制到的 我以前用過類似的 是完全畫不到的 但這款比我想像中容易控制很多 用它畫眼線的線條是很Smooth的 大家會看到沒有那種手震 或者中間抖一下抖一下的感覺 是一條過的 而且它是超級long lasting的 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出盡力去揉它 連右那條眼線都不會掉 接著繼續拿回眼影 用最深的顏色去打開眼線 其實我有一點不捨得分開它 因為這條眼線畫得很漂亮 但想示範給大家看看眼影的顏色 以開架眼影來說 它的粉質素不錯 有一點點跌下去下眼皮 但就不嚴重 然後就到這一格 比較金屬光的顏色 這邊的瘦光 大家會看到效果 它不是非常非常強勁的光澤 是比較低調的 這盒眼影的顏色是比較偏向冷色系的 你會看到跟我平時的啡金 橙啡色是不同的效果 剛剛NG了幾次之後 我的電熱睫毛器就已經預熱成功了 未用過的朋友不用怕的 它是暖暖的 不是說很熱的那種 塗墨塗墨塗一次 令到眼睫毛撩起 然後畫完 設定好了 我們再做一次 令到它定型 今天我想試試用Benefit的Mascara 因為我都沒用過 超可愛的 它是迷你妝 不過頭部跟平時平常的 應該是一樣的 它的效果都很濃密 現在塗了一層 嘩 看著鏡頭會不會太誇張了 電熱睫毛器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Mascara有稠快的情況 它的熱力是可以溶到一點 再梳上去的時候 是會順一點的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你要有心機 有少少的時間 去令到它慢慢定型 但是這個Mascara的頭 有少少硬和大 有時候不小心 吸到眼皮 都會有點痛 然後胭脂Benefit 最近出了11隻新色 我手上有其中三款 這個Butterfy 我覺得它不太適合我來做胭脂 因為很橙 它比較適合用來做眼影 多一點 應該是會挺漂亮的 胭脂來說 我沒有那麼大膽 然後就到這個 叫做Moon 淡淡的用的話 它是比較偏向血色那種 會比較適合配粉紅色的妝容 然後今天或平常最容易用到的 可以試一下Sunny 它是一個Coral的顏色 容易持續的 很多朋友都適合用的 無論你比較偏白 又或者是比較偏黃皮膚 一如既往Benefit的胭脂粉質 都是會有少少散的 但是就會容易用 不會太過顯色 或者是很難上粉一塊塊的感覺 這個色號Sunny是非常非常有元氣的 我有放重一點給大家看 因為剛才在手上 我怕大家看不到顏色 它是偏向珊瑚色再多一點的偏橙的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這邊我還有胭脂 上星期影片有跟大家提及過 Laura Mercier的液體胭脂 然後可能大家都會有興趣看它上面的效果 很簡單的 我用手 然後點幾點 然後再用一個Beauty Blender美妝蛋 拍開它就可以了 液體胭脂是比較透薄的 它沒有推掉我任何底妝 然後這邊就會有粉霧的感覺 至於highlighter和唇膏方面 新鮮滾熱Laura Mercier他們最新的玫瑰金系列 這個色號叫做All That Sparkle 它是比較偏淺粉紅色 有一點光澤的 比我想像中它是比較像胭脂 因為原本它也是胭脂 但是我以為這麼淺色在我身上可以做到highlighter 有光澤的 不是那種很浮誇的 所以搭在剛才液體胭脂上 其實光澤感會比較漂亮 可以做回一個加強胭脂的效果 我手上還有另一個色號叫Peach Shimmer 這個呢 可不可以做到highlighter多一點呢 它也有光澤的 但是就不是我平時用開比較浮誇型 對了 哇 我化完整個妝後 粉底比較偏白的問題 就解決了 因為我實在上了太多胭脂在臉上 這個Berry Kiss最近長期放在售袋 因為跟我整個人的膚色 平時的妝容和打扮都很配搭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有些最近新出的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看看我即時上妝的效果是怎樣 他們顏色的呈現 在我這個健康膚色身上 原來的妝效就是這樣 好了好了 你不要挖我了 我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要怎樣 要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星期幾知不知道 不知道 逢自己錄到三天和星期日就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見 是嗎? Bye Bye